祝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圣家会五子亲修女 复活期第四周 星期四 入旺福音 13章 16-20节 今天福音的主题 给门徒洗脚的最后劝言 按犹太人的习俗 给别人洗脚是奴仆的工作 如今贵为天主子的耶稣 屈膝洗门徒的脚 耶稣这自谦的行为 为给门徒立的是 爱情与谦逊的榜样 启示的是凡信仰他的人 该彼此相亲相爱 勉励的是要宗徒们超凡入圣 日后才能够配得起领导 要建立的圣教会 同时也要所有的基督徒 圣洁自己 为能够参与感恩圣祭的时候 领受的至圣圣体 首先洗脚礼 表示谦逊和户外的行为 是耶稣受难前 最后与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 爱之生怯流露出的 至高情怀 他为门徒洗脚之后 与众深长地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他教训天下所有的信友 尤其是治理地方的 至高的高位者 应该要有谦逊服务 和爱人的精神 必要的时候 要如同仆人 做最卑下的事 这种精神 要脚踏实地地去实行 才是会有福的 圣周四 耶稣最后晚餐 建立圣体圣事的礼仪 我们都歌颂 何处有人 何处有爱 那你便是天主所在 基督徒的爱 将我们聚在一起 团结一致 我们该敬畏 爱慕生活的天主 由赤诚的心 彼此相亲相爱 怀有基督耶稣 所怀有的心情 唯有空虚自己 倒空自我 如同耶稣 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 并没有与自己 与天主同等 为应把持不舍的 却是自己空虚 取了奴仆的形体 与人相似 形状也一见如人 我们越照着 他的表样去实现 也越有福 将获得永远的真福 其次耶稣说 吃过我饭的人 也举脚踢我 这是圣永世子一篇 听得出耶稣难过 朋友的背叛 确实令他伤心 也显示了耶稣的宽仁 他愿意如同天父一样 忍受恶人 父不仅使太阳光照恶人 同时也光照善人 降于给义人 同时也给不义的人 耶稣对犹达斯 始终没有放弃或失望 希望在最后的时刻 仍然给他悔改的机会 耶稣顾及犹达斯的颜面 没有直呼出他的名字 只说有一个即将出卖他的 他时刻为人的处境设想 他的劝言 他以慈爱的眼光 透视一切 看看是否能感化 犹达斯 除非一个人愿意倒空自我 让爱来充满 否则偏见与认知的扭曲 会一直伴随着在人际关系上 很难有突破性的成长空间了 最后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这里 耶稣清楚地表明自己与父的关系 天主子的身份 及自己与门徒的关系 派遣耶稣来的是父 这是耶稣和父的关系 耶稣所派遣的是中途 这是耶稣和中途的关系 耶稣的言行正是爱的彰显 爱的福就是给人出路 没有失望 更没有绝望两个字 只有宽恕和理解 让我们一起彼此祈祷 求天主圣神引导我们理智与意志 勇敢接受自己生命里的软弱与限度 阿们 感谢你的聆听 天主保佑 一定会订队 明镜之言 обрат 많이hora 明镜之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